大家平安 欢迎来到每日亮光一起思想上帝的话 今天所读的经文是长老约翰写信给一个名叫做该有的人 他祝福他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这种祝福是全人的祝福 它包含身体及灵魂 全人就是人的身心灵三个部分 首先他祝福他的身体健壮 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 圣经说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毁坏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殿是圣的 这殿就是你们 大家要好好保护上帝给我们的身体 我们买了一台新的机器 如果要让机器运转得好 用得久 我们就要照机器的发明人所写的说明书来操作 宇宙万物是上帝所创造的 我们人也是受造的一部分 上帝造万物是他的设理创造 因此我们顺着上帝所造的规矩形 就可以得到健康 比如说上帝造日夜 让人可以工作以及休息 你要顺着这个定律去做 身体就得到保护 比较容易健康 如果人故意去违规 那身体的机能可能会受伤 另外圣经说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唯独敬前 凡事都有益处 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在这里保罗虽然是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但是表示操练身体还是有益处的 有些人会认为工作已经很累了 休息就休息 为什么还要运动 其实适度的运动有助于从疲累中得到疏解 有运动习惯的人都清楚 有规律而且适当的运动 会使自己的体力增加 精神更好 还有一项关于身体要注意的 就是要持守住圣洁 圣经说 神的旨意是要让你们成为圣洁 远避隐形 让你们个人晓得 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我们求上帝让我们持守住圣洁 人的心圣洁 身体必得保守 魂的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建议与别人美好的关系 生命就充满喜乐 所以我们应该用和平与人相处 并成为促进和平的人 最后一项就是灵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我们每一天用心研读上帝的话语 每一天亲近神 就会和神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 愿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凡事兴盛 身体健康 正如灵魂心圣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